第161章 难道大白鹅就不要面子吗? 桃红鹰赶着罗车 又去了另一个叫小王村的村子 大荣树村人多 在穗金滩西南也就四五里路的位置 干净附属 这小王村稍稍有些远 却在穗金滩东南的七八里 靠近关道 村里做生意的人多一些 李家的罗车在这里还真是买到不少东西 油盐酱醋 一条新鲜的五花肉 甚至还有十几块刚出锅的水豆腐 佳音想起大鱼炖豆腐 就淌了口水 敲摸摸从空间又挪了两条鲤鱼出来 两条鲤鱼突然没了水 愤怒地蹦跳 甩了老太太一脸水 她麻利地扯了绳子 把两条鱼都穿了腮 挂在筐子上 这才瞪了孙女一眼 低声警告道 马上要到家了 你给我老实点 佳音嘿嘿笑 扑进奶奶怀里 涂了奶奶一脸口水 李老太心里叹气 真是高兴又矛盾 不到两岁的小孙女 就算撒娇往她怀里扑 都知道避开她受伤的肩膀 这魔懂事的孩子 谁能不爱呢 就是 她这神奇的本事 总让人提心吊胆 家里如今没石磨能耐 不能帮忙行善积德 小孙女会不会折了福寿啊 红鹰啊 方才路上买的大鱼和豆腐 回去加上白菜 多炖一些 给大伙都分分 特别是村长赵书他们 还有张神医 新来的韩师傅 都别落下 知道了 娘 咱家吃什么好的 也没落下过这些长辈啊 桃红鹰回身 扫了一眼那两条大鱼 手里鞭子多甩了两下 眼见太阳都要到头顶了 她急着回去做饭呢 千滚豆腐万滚鱼 这道大菜炖的时间短了 不好吃 果然 这个时候山上干活的人已经都回来了 赵玉如和东梅一起熬了高粱米粥 正饭愁做什么菜呢 眼见李老太婆喜满崽而归 别说自家人惊奇高兴 就是村人也纷纷凑了过来 神子 你这是发财了 居然买了这魔朵东西回来 李老太笑着跳下车 高声应道 我把大荣树村和小王村都逛了逛 运气好 买到两条大鱼 还有豆腐 一会儿炖了 大伙都跟着姐姐缠 不了 不了 神子 你留着给孩子们吃吧 家喜家 安还伤住呢 就是扶妞都吓坏了 多给孩子们补补 村人真心推辞 李老太也莫多说 但卸下车的白菜萝卜 李家就留了小半 其余都让村人抬去大灶那边了 很快 李老太刚刚把装淡的篓子藏好 村长就让人拎了三四斤精米送了过来 显见不想李家吃亏 李老太痛快收了 坐在窝棚里歇着 一向沉默寡言的家欢 拎着两条大鱼 笑得合不拢嘴 乐颠颠跑去河边石舵干净 又高声问奶奶 奶奶 这鱼要用油煎一下再炖吗 李老太忍不住笑了 硬道 别怕费油 怎么好吃 怎么做 难得碰到一次大鱼 再说 今日又买了二斤油回来 不差这么一点 佳音捧的小脸 坐在奶奶旁边 对住自家的灶台 躺口水 恨不得大鱼立刻就能顿好 加安加喜 原本坐在窝棚里 穿了半截裤子 露着两条腿和光脚丫 腿上的水泡因为抹了药 已经有些萎缩了 就是颜色不好看 但外边实在太热闹了 特别是买回那只大白鹅 就拴在窝棚一侧 吸引了全村的大小孩子十几个 都在叽叽喳喳说笑 这就是大白鹅啊 我娘说一个鹅蛋 比三个鸡蛋都要大 你娘骗人吧 你看她的屁股那么小 我娘才不骗人 不信你们让李奶奶拿个鹅蛋看看 不 我怕李奶奶打人 昨天加安加喜都挨掐了 加安加喜在窝棚里 简直是心里被猫抓了一样 痒痒的厉害 趁着奶奶抱着妹妹 看老娘炖鱼 他们就悄悄把窝棚后边 掀开一个洞 然后钻了出去 小伙伴们见了他们 都是惊讶 还想喊人 就被捂了嘴 淘气小子们凑一起 永远不要指望他们会安静 没过一会儿 就有小子把大白鹅抱了起来 屁股朝上 所有人凑上钱 不知看 而且 还要扒开研究 难道大白鹅不要面子吗 不会害羞吗 于是 佳音正要吸溜着 泛滥口水的时候 就听窝棚旁边一声惨叫 然后 大小淘气包们就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身后跟着疯狂的大白鹅 大白鹅是连跑带低飞 专门逮着淘气小子们的屁股下 嘴很拙 一时间 山谷里鬼哭狼嚎 惊得所有人都是跳了起来 还以为有野兽或者虫蛇进来了 最后 还是李老四一把掐了大白鹅的脖子 算是救下了 被攻击最厉害的家安家习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不在窝棚里养伤 招惹大鹅干什么 家安家喜遇酷无泪 他们就是好奇 村人也纷纷抓了自家小子问询 带得明白原委 所有人真是好笑又好气 不必说 淘气小子们 有一个算一个都挨了巴掌 又被饿了一顿 家喜家安也不例外 被李老四拎着 在热泉里洗了脏鱼的脚丫子 然后扔到窝棚里 全家都不理他们了 很快 大鱼炖豆腐白菜就出锅了 村里的老人家都分了一碗 特别是新来的韩师傅 他那碗里有一大块鱼肉 乐得他一直到鲜 最后 还剩了小半锅 李老太给孙女挑了一碗鱼肉 浇上一勺鱼汤 全家人就都围着灶台吃了起来 香 真是香啊 是啊 炖鱼就是要用油煎一下 去腥味 鱼汤颜色也好 还是豆腐最好吃 吸饱了鱼汤 咬一口都冒油 大伙一边吃一边夸赞 馋得家安家洗在窝棚里都哭了 佳音笑嘻嘻蹲在窝棚口吃鱼肉 眼见两个哥哥哭得鼻涕眼泪 笑得肠子打结 其实 于是发雾 他们腿上纳磨多水泡 就是不淘气 也不能给他们吃 但他们不知道啊 还真以为家里人不管他们了 可怜巴巴好像被抛弃的小狗 佳音可不准备告诉他们 因为这俩哥哥实在太淘气了 昨天差点让他成了石板烤肉 今天拖着满腿水泡都莫老实下来 右脚的赢得里鸡飞狗跳 不吓唬他们一下 以后怕是要闹翻天 显见各家都有这个心思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都当做看不到淘气小子们 任凭他们揉着被大鹅啄过的屁股 然后饿着肚子抹眼泪 第162章 搂钱耙子和庄前匣子 吃饱喝足 佳音躺在奶奶怀里午睡 听住两个哥哥的肚子哗啦啦响 她又舍不得了 于是 她趴在奶奶耳朵边上 同奶奶撒娇 奶奶 晚上炖鹅肉啊 老太太扫了一眼 两个可怜兮兮的孙子 猜到孙女的心思 真是越发想叹气 家里怎么就生了这魔多淘气小子 若是有三五个 妇妞这样贴心可爱的孙女多好 妇妞哪里 是想吃炖鹅肉 这是惦记两个哥哥呢 她轻轻孙女细软的小头发 硬道 好 睡吧 佳音打个哈欠 窝在奶奶怀里睡了 窝棚后边压住的树枝 因为先前被掀开 这会儿就透了风进来 李老太生怕吹到孙女 赶紧翻身 严严实实地挡住 末聊忍不住又瞪了孙子一眼 家安家喜笑兮兮 完全没了方才的委屈 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鹅肉了 下午时候 李老太当住家安家喜 和众多淘气小子的面前 把大白鹅抹了脖子 淘气小子看得害怕 但又觉得解气 更多是口水泛滥 村长晃悠过来 拎着烟袋 过来个敲了一下 骂道 就知道闯祸 一点忙也帮不上 还要分心护着你们 都看到大鹅死了吧 再不能啄你们屁股了 晚上别做噩梦 淘气小子们 都是黑黑笑得不停 带着炖大鹅出锅 一人分了两块鹅肉 他们的梦里 就被香喷喷的鹅肉包围了 谁还记得 被大鹅追着啄屁股 有多恐怖啊 一千多棵果树 只用了一日 就被栽下去了 男人们还要继续翻地种两种 最近墨下雨 挑水也是个大活计 妇人们赶去谷口通往官道的小路旁边 严正已经带人在那里画好了标记 以后整个村子 算上叶公子和崔夫人 总共27户人家的院子 都要建在这里 一家地盘 连宅院带菜园子 都有二亩地纳膜大 家一起就是五十亩了 按理说这五十多亩 要在朝廷分配到四百亩中扣除 但这片是河滩 别说争抢 就是白给都没人要 所以 众人敲摸摸占了一点便宜 只用了朝廷拨给的二十亩 其余都是外扩出来的 这般 河滩地七十亩 就剩五十亩左右了 村长和赵书基个商量 种花生和地瓜 但花生种子好办 需要直接下地栽种的地瓜秧 就难得了 说不得 还要到附近村子想办法 正好李老儿过来 寻几个老人家拿主意 村长说 赵书 最近谷外总有人探头探脑 我瞧着 应该是附近村子的 咱们以后要常住 不好这魔一直僵持着 我想 咱们要不要问问颜公子 在附近村子 找几个杂工 多走动 慢慢也就熟悉起来了 村长点头 你不来 我也打算去找你呢 把你家罗车借我用用 我打算拉些粮食 去大榕树和小王村走走 能换粗粮就换点粗粮 当然能换到花生种和地瓜秧更好 众人说这话就往回走 路过路口时候 眼见富人们都是累得汗流几倍 好草 捡石头 忙个不停 已经把各家菜园子都清理出来了 村长就喊了一句 各家的菜子都够吗 要不要去附近村子换一些 富人们都是笑起来 高声应道 不用了 大叔 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把家里的菜子带住了 路上什么都扔了 就是菜子莫扔 行啊 你们都是过日子好手 赶紧忙吧 过几日就能吃新菜了 村长大叔摆摆手 很是满意 日子要想过得好 男人这个篓前的 耙子自然要眼疾手快 但女人这个庄前的匣子 也必不可少 没有好女人 勤俭持家 赚再多银子 也留不下 很快 村长就赶了罗车 带了半袋子精米 拉了诏书做伴 一起出发了 先前 村里富人到大容数换东西 桌面招呼他们的 自然也是富人 男人们就是好奇 也不能上前 免得生出什么不好的误会 但这次男的来了两个老头 大容数的李正和老少爷们 都扔了田里的活迹 聚到村口 同他们攀谈 村长这人能说会道 先前又被蛮人砍了手臂 同缺了一条腿的赵书站在一起 怎么看怎么古怪 但不得不说 谁也不会对他们 生出防备之心 于是他们很快被簇拥着坐到了村口的大石头上 有人就问道 大叔 听说你们是北地来的 这手脚是碰到蛮人被伤的 村长笑呵呵硬道 也是 也不是 我们啊 年轻时候就在边塞树位 这蛮人没少杀 也受了伤退伍回家了 结果老了老了 又被蛮人撵着往南跑 别提路上吃了多少苦了 眼见到码头了 蛮人也追到了 为了护着小辈儿们 我们只能听命 幸好被兴廷侯带兵救了下来 大荣树的人听得都是紧张 忍不住跟着提心吊胆 还是我们这里好 虽然长发水灾 也有干旱 但没有刀兵之苦啊 也算风水保地了 可不是吗 村长大叔连连点头 主动给坐在旁边的老人们续了淹丝 莫了笑道 朝廷给我们分到碎石滩 我们原本都绝望了 以为不能种粮食 以后要饿死了 结果 又刨出了热泉 可不就是真正的风水保地了吗 大荣树的人听得心情复杂 他们最近眼红的就是这件事呢 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 怎么就没发现那山头有热泉呢 一帮外人刚落脚就挖了出来 村长好似没有发现他们脸色不好 又到 前几日有个什么县令的儿子 眼红 跑来抢热泉 我们一生气就静静告状去了 直接告到了皇上跟前 皇上可真是个好人啊 不但把那个什么县令撤了 还赏了我们不少精米 说住话 他就指了纸车上的凉袋子 就是这些 皇宫里送来的好米 同平日皇上吃的一样 大荣树的人都是惊得不成 哗啦啦让开 然后对着凉袋子行礼 村长同赵叔对视一眼 眼底都是笑得得意 好似两只老狐狸一般 午后 太阳西斜 罗车才慢悠悠走回碎金滩 众人惦记 纷纷上前搀扶村长和赵叔 嗅着他们身上微微的酒气 就问道 大叔 你们在外边喝酒了 是啊 大荣树的李正芬老头 太热情了 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 赵叔忍不住吐槽 还不是你太能忽悠了 三句话不离皇上 人家也不敢不敬着你啊 村长得意大笑 我可没骗人 我确实见到皇上了 还跟皇上说话了 那精米也是皇上赏赐的呀 第163章 颜公子有个好主意 李老二拦了两个老人家斗嘴 问道 大叔可换到花生和地瓜秧了 村长越发得意地摆摆手 硬道 当然换到了 花生五十斤 足够重二十亩地了 还有二十亩地的地瓜秧 剩下那十亩 咱们自家再琢磨看看 带去的精米 做了定精 等交地瓜秧的时候 还要给人家五十斤 众人都是听得高兴 纷纷夸赞村长 大叔就是厉害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村长更高兴了 不等挥舞烟袋 锅儿再吹嘘一会 就被老七喊回去 行酒睡绝了 留下诏书说起正事 明日大榕树那边会过来十个壮劳力 谈妥了一人一日二十文的工钱 总共五日的活祭 李老二赶紧嘱咐众人 等大榕树村的人过来 可以交好 但说话一定要注意 记得 咱们这地方是挂在侯爷名下 多说说路上杀狼群和黑熊的事 山匪少提 容易惹麻烦 知道了 我们明白 村人纷纷阴声 也就散去各自忙碌了 佳音坐在小板凳上 跟着佳欢一起摘野菜 他的小手不太听使唤 干不了多少活 不过是打发一下午聊罢了 这会儿听了众人说话 他就在心里盘算开了 七十亩核摊地 去掉地基二十亩 剩下五十亩 若是种二十亩花生 秋日收获 拿去榨油或者琢磨小时 都能少赚一点辛苦钱 二十亩地瓜种下 从夏末就能陆续收获 顶粮食吃了 最后十亩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要种西瓜呀 钱是 隔壁邻居是对儿老两口 园子里种的香瓜和西瓜特别甜 吃不完 也卖不掉 就隔三差五给他送一筐 所以 他根本没想过自己种 只是吃西瓜时候 随口吐出的瓜子落在园子里 尝出那抹几颗瓜秧 接了几个小西瓜 去年秋日 他进不去空间 就把瓜皮扔给四头小猪吃了 幸好那些不算饱满的瓜子 被他留了下来 晒在墙头 前几日 起了果树苗 他就把瓜子种下去了 如今也尝满了苗圃 一片绿油油 想必再有几日 就能挪出去了 希望苗圃给力一些 提升一下西瓜秧的品质 可一定要结出又大又甜的好瓜啊 只不过 西瓜秧不多 姑某构中四五亩地就不错了 剩下几亩地 看看是不是在琢磨一些梨树苗种上 他恍惚记得拿本书上写过 黎叔也是喜欢杀土地 佳音这么想着 就有些入神 佳欢拿走了菜盘 回身见妹妹还坐着不动 怕风吹多了寒凉 就上前抱了他 送到了奶奶身边 李老太正在翻包裹 坐在他对面的严正 一见胖丫头被送回来 就顺手接过来 放到肩膀上 然后满地溜达 佳音抓着他的发迹 好奇他怎么跑来自家 李老太好不容易翻出一套半星的医库 笑道 这是佳欢的衣衫 你太瘦了 俺们家也就佳欢同你身形差不多 严正笑嘻嘻道谢 多谢大娘 我都四五日没换衣衫了 要不是晚上能在热泉里洗澡 我整个人都要发臭了 他的年岁比李老四还小 李老太不自觉就把他当了自家小伴 顺口唠叨着 你这孩子 也是让人不省心 一头扎进这碎石摊 就没回过家 你家里不知道怎么惦记你呢 明日回去看看吧 大伙肯定不会说你单个活计呀 严正满不在乎的摇头 吓得佳音赶紧揪紧了他的发迹 疼得他呲牙咧嘴 大娘放心 我家里才不会惦记我呢 他们恨不得我滚远远的 别给家里丢脸才好呢 李老太人老成精 怎么会看不出他这般嬉皮笑脸 心里却满是委屈 于是 他也不再劝 就到 你赶紧把衣衫换下来吧 晚上来我家吃小灶 好啊 大娘 四嫂子的手一剪之太好了 比我家特意请的大厨做得都好吃 严正答应得痛快 把佳音抱了下来 捏捏他肉乎乎的小脸蛋 这才笑嘻嘻走了 李老太摇头叹气 也是个可怜孩子 这富贵人家呀 也不见得人人都过得好 佳音抱了奶奶的脖子 笑着亲了奶奶一口 奶奶最好了 李家日子不算附属 又从北到南横跨两千里 吃足了辛苦 但家里老老少少十几口 团结又清静 从没有吵闹反目 可以说 大部分功劳都是李老太这个大家常的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在李家是最真实的写照 李老太知道 孙女在夸他 笑得见牙不见眼 不 是奶奶的扶妞最好了 有你 家里才有如今的好日子 不说祖孙俩日常互捧 只说晚饭时候 桃红英炖了五花肉白菜 严正果然过来 同李家人一起吃饭 他这人瞧着是个顽固模样 却是个心里有数的 这会儿 他边吃就边问李老二 二哥 这山上种了果树 套种了粮食 秋日怕是收不到多少 河滩那边的花生不顶粮食 地瓜也不能日日都吃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李老二也是犯愁 硬到 山谷这边赚了银子的话 就先拿去买粮 若是不够 再想别的办法吧 严正摇头 外边的粮价 一天一个样 都要涨疯了 你们拿银子买粮食 太不划算了 我倒是有个主意 他抬手指了热拳 笑道 到时候 庄子建好了 有人来玩 你们别要银子 要粮食 一人二斤三斤的 也不多 那些富贵人家 谁不是囤了几千单粮食啊 根本不在乎这点 但据少成多 收个一两月 就赚够你们一年吃的的粮食了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李家人都是听得眼睛放光 赶紧请了村长和赵书 刘彪投他们 果然 所有人都是听得毛色顿开 高兴得不成 村长要谢严公子 严公子却开口 要吃顿大鹅 原来是前日分给他的半碗 他没吃够 众人都是忍不住笑 立刻答应下来 严公子不肯战便宜 第二日 一早就跑去大荣树 买了两只大白鹅回来 只用桃红鹰帮忙顿上就行了 不到中午 大铁锅里的香气已散出来 崔夫人也坐马车过来了 这两日庄里实多妥当 义兄走了 只剩他和穷嫂子 对着一大群不熟悉的奴仆和庄户 实在无趣 他就来走洞看看 众人当然高兴 特别是见到他带了一大条肉的时候 就更欢喜地淌口水了 严公子不吃毒食 大半鹅肉都分给村里人一起打牙计 再加上崔夫人带来的肉 也炖了大锅的白菜萝卜 众人都分道一碗 吃的是无比香甜 结果 饭碗不等放下 刘阳和嘉义就扯了一个人 扔到了营地中间 两个小子很是得意 高声嚷着 这个人躲在外边的灌木里 探头探脑 被我们绕到后边抓住了 第164章 躲不过的厄园 众人还以为这人是附近村子的 毕竟最近常有人跑来看热闹 村长赶紧吆喝道 兄弟 你是大荣树 还是小王村的呀 别怕 我们家孩子有些淘窃 是不是吓到了 但那人确实死低着头 不肯说话 有村人突然说道 不对啊 村长 我怎么看着这人有些眼熟 众人越发仔细打量来人 这人身高同里老四差不多 有些瘦弱 衣衫裤子 脏鱼得不成样子 头发更是一缕缕黏在一起 遮盖了眼睛和大半张脸 难道是哪里来的刘明 活不下去了 被营地里的饭菜香味引过来的 村长就到 打一碗饭菜给他 都是苦命人 咱们见到就帮一把 立刻有妇人去寻了逃碗成了饭菜 但端给那人 那人却不肯接 妇人只好放到地上 吃吧 我们也没什么好东西 但帮你一碗饭还成 那人却突然扑通跪了下来 放声大哭 呜呜 村长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呜呜呜 我错了 求你们收下我吧 众人听得声音耳熟 下意识凑到跟前 那人拨开脏鱼的头发 抬起脸 惊得众人都是变了脸色 狐狐老三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 因为见死不救 自私自利 被赶出队伍的胡老三 村人一头 扎进几百里大山的时候 他们还想贴上来 再次被拒绝后 就再也没消息了 没想到 如今居然在这里又陷到了 这是什么恶缘 还是说他阴魂不散啊 村长井紧皱了眉头 问道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其他人呢 胡老三哭得越发伤心了 我们当初被堵在城门 没有银子过不去 后来就有人来抓苦力 老四和石头他们都被抓去了 妇人孩子们都跑散了 找也找不到 许事想起媳妇儿子 他几乎要哭得昏死过去 脑袋磕着身下 石头邦邦响 嗚嗚 大娃呀 我的儿子啊 就那魔跑霉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人牙子抓去了 是爹没用啊 就是出去讨饭也该扯着你啊 怎么就把你丢了 众人都是听得心里犯酸 这一场难迁 对于朝廷来说 不过是两个字 但对于百姓来说 却是一场浩劫 多少人家妻离子散 有人心软 就劝道 别哭了 只要人活着就好 以后总有机会找到孩子 是啊 退一万步说 人牙子抓了孩子过去 总要让孩子活着 才能卖钱 说不定 现在大娃就在新都享福呢 胡老三抹了眼泪 顶着柯虹的脑门 可怜巴巴望向村长和众人 大叔 我知道错了 以前都是我不好 能不能留下我 我会多干活 一天给我一个饼子 饿不死就成 只要让我落脚 呜呜呜 在外边像野狗一样 谁都能打我骂我 我活不下去了 众人互相看看 都是冷了脸 虽然说一个村子 住了多少年的乡亲 平日抬头不羡 低头见的 也算清静 但逃荒路上 大家本该有力往一处 互相帮助求活命 这一家子 却自私自利 吃着李家借他们的粮食 却对李家见死不救 让人太心寒了 如今 他们二十多口 都死伤散落 只剩了这么一个 确实可怜 但这不是众人原谅他 重新接纳他的理由 村长这人 极恶如仇 最厌恶的 也是自私自利的人 因为战场上 一起搏命的兄弟 就是彼此最信赖的依靠 谁有私心 往往就会害死所有人 所以 他是打心眼里 不愿意留下胡老三 琢磨着 怎么开口 把人撵出去 李老二一直在仔细观察 胡老三 这会儿就先开了口 村长说 咱们说好村里不再进人 如今也不好 刚立了规矩就破坏 这样吧 先让胡兄弟回去 咱们商量一下 村长立刻点头应下 行 咱们商量一下 胡老三 你明日这时候再过来吧 村人很是听话 转眼就散去 转眼就散去 继续吃饭了 胡老三许是没料到这样 还想说什么 却没人愿意听了 他只能爬起来 畏畏缩缩的走了 李老二立刻喊了李老四和刘彪头 胡老三不对劲 他头发和衣衫脏鱼 但手腕和脖子却是干净的 而且他若是当真流落在外 乞讨卫生 给他饭菜 他居然没急着吃 险见是吃饱了过来的 或者是嫌弃饭菜不好 村长也反应了过来 对啊 他就直接走了 饭菜都莫看一样 这哪里像流浪多日 吃不饱的样子 赵叔忍不住开骂 这小子 难道是跑回来算计咱们呢 抓他回来 看我不打折他的腿 李老四却道 我跟上去看看 总要弄个清楚明白再说 去吧 看看他在哪里落脚 是不是有什么坏心 咱们如今占了热拳这个宝地 不知道多少人眼红呢 小兴无大错 村长点了头 刘彪头不放心 站出来说道 我也一起去 御室有个照应 那好 我们走了 回来再说 李老四和刘彪头 立刻追了出去 小兴跟上了胡老三 村人远远看着 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 问起来 李老二就说 木料不够了 他们去看看 附近哪里能砍树 也省点银子 村人也就不再问了 吃过午饭 就继续忙碌开了 结果 天色都黑下来了 李老四和刘彪头 还没回来 众人都是有些惦记 特别是李老太 抱了孙女张望好伴赏了 崔夫人走过来 接过佳音 笑道 神子 晚上让扶妞跟我住马车吧 我搂她睡一晚 李老太也是笑起来 行 这丫头跟你亲近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你闺女呢 崔夫人不等再说话 李老四和刘彪头总算回来了 众人下意识围了过去 七嘴八舌说道 你们可算回来了 这是去了哪个山头 大伙差点去找你们了 就怕你们在山里碰到什么老虎黑熊 李老四摆摆手 扫了一眼抱着佳音的崔夫人 然后说道 把村长和赵书他们请来 我们有事要说 崔夫人不知是不是错觉 总觉得李老四那一眼有些古怪 让他心头咯噔一下 很快 村人里就聚到了山谷中间 围着篝火坐好 望向李老四和刘彪头 李老二开口就问道 胡老三是不是有问题 第165章 畜生不如 李老四点头 说道 我跟刘大哥追着他 一直走出六七里路 结果先他上了一辆马车 我俩就知道不对劲了 后来跟着马车 到了新都附近的一个农庄 他进了庄子主家的院子 出来时候 门口的等着他的 居然是无狗子的媳妇 而且 两人很亲密 无狗子媳妇 众人都是 听得正了 半赏莫说话 也是惊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崔夫人报了家音 小声问着李老太 无狗子媳妇 是谁 李老太叹气 我们进山市因为 没有银子赴买路前 但村里有一家三口 攒了一些银子 撇下我们 独自过城门了 而且 说话也难听 总之把村里人都得罪了 崔夫人点头 心里有了数 另一边村长 已经猜到几分了 问道 他们俩怎么搅和到一起去了 是不是他们要帮外人算计咱们 李老四点头 又道 那庄子的主家姓娇 应该是先前码头见死不救那个将军家里的农庄 隔壁农庄原本是定比侯府的 如今是 崔夫人的 众人下意识望向崔夫人 倒不是怀疑 崔夫人如何 更多是惊讶 崔夫人脸色难看 她把佳音递给李老太 然后上前坐了下来 打算把事情说个清楚 否则以后 不好再来往走动了 我不是故意瞒着大家 实在是我的身份有些复杂 我是定北侯的原配发妻 但同定北侯感情不好 成亲末多久 就一直独居在京都外的庄子 迁都时候 定北侯故意把我扔下了 若不是温师兄回去寻我 若不是碰到大伙 我就死在路上了 他深吸一口气 又道 前几日 我回去侯府 定北侯已经另取新妻了 我已告一状危险 同定北侯和离 讨要回了所有嫁妆产业 那个庄子 就是其中之一 隔壁庄子 是定北侯新妻交世的陪嫁庄子 许是未了离得近 好打脸 没想到侯府的庄子 被我要回去了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男人们都觉得 定北侯生死关头 故意抛下发妻 实在太缺德了 女人们更是咬牙切齿 这天底下的男人 怎么就没一个是好东西呢 就是 逃命时候 把媳妇扔下了 倒是拿着媳妇的陪嫁 娶了新妻 简直太不要脸了 崔夫人献重人没有怨怪他 轻轻松了一口气 摇头苦笑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也没打算再追究 只想安静过日子 但险见定北侯和娇家 都不这不得吐出嘴里的肥肉 说吧 他望向李老四 那个胡老三 就是娇家派来算救的吧 李老四点头 我们前进了胡老三的住处 听他和五狗子媳妇说了几句 好像是娇家人怀疑 扶妞是你生的女儿 想找人来打探消息 胡老三正好卖身在娇家为奴 就主动接了差事 做了苦肉计 想要混进来 众人都是惊讶脑目 胡老三也太不是东西了 当真帮着外人算计咱们 亏得我们方才说起 还觉得他们一家很惨呢 村长脸色铁青 敲了烟袋锅问道 他们当时一起有二十多人 都哪里去了 真像胡老三说的 走散了 李老四气得厉害 咬着后曹牙说道 没有 那些人是被吴老三卖了 吴老三为了活命 偷偷把胡老四和张石头两家 连同他媳妇和五狗子他们 都卖去做苦力了 他只带了儿子和五狗子媳妇跑了 结果路上 儿子也丢了 银子被抢了 最后才进了娇家做奴仆 众人听的是目瞪口呆 转而又是不寒而栗 胡老三这也太心狠了 那可是兄弟和妹妹一家 十几条人命啊 就为了自己和儿子活命 都被他卖了 甚至还没忘了 顺手霸占了五狗子的年轻小媳妇 这样的人 幸亏早早就撵出去了 若是留在队伍里 怕是大伙 坟头草也长多高了 李家人更多是恼怒 伏妞是我们家孩子 胡老三不是不知道啊 怎么会跑来打听底细 刘彪头硬道 听胡老三和那个小媳妇说 你们一家到清水村的时候 伏妞已经两三个月了 谁也没有亲眼看着伏妞出生 说不定真是崔夫人生了之后 交给你们家寄养的 放他酿的狗臭屁 李老太气地破口大骂 伏妞是我亲孙女 桃荒路上 红鹰在山洞里生的 桃红鹰也是红了眼睛 恨不得胡老三就在跟前 狠狠咬下 他一口肉才解痕 崔夫人想了想 就同村长说道 大叔 明天胡老三还要过来 你们把把话说清楚之后 我要把人带走 焦家和侯府那边 我来处置 无论如何 这事是我招惹来的麻烦 我定然会给大伙一个交代 村长赶紧摆手 别这么说 胡老三也是我们村里出去的 估计心里还是恨我们把他撵走嘛 这事儿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 你一个女子 摊上纳摩一个夫家 已经够可怜了 李老太和桃红鹰等人也是劝着 是啊 锦柔别多想 你平日那魔疼妇妞 走哪里都愿意带着她 才惹出这麻烦 真要这么说 那是不是还要怪妇妞 和你处得亲近啊 人家想寻你毛病 把庄子讨要回去 就是没有扶妞 也会找别的机会 往你头上泼脏水 佳音正开老娘的怀抱 跑去抱了崔夫人的脖子 她也没想到 那天就是一时好玩 跟去崔夫人的庄子 混吃混喝 居然给崔夫人 惹来这样的麻烦 崔夫人抱着胖乎乎的小丫头 极力忍下眼里的泪意 抬头笑着同众人说道 幸好 这件事早早被揭破了 否则以后 真是磨脸过来了 夫人不要这么说 我们可是没少 吃你送来的肉和粮食 你要是先外部来了 我们以后怎么打牙计啊 是啊 咱们是一家人 一起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别说外道话 村人纷纷劝着 说笑起来 方才的事也就过去了 带着吃了饭 崔夫人抱了佳音 到马车里睡觉 躺在柔软的被褥里 崔夫人还是抹了眼泪 就算性子再坚强 她也总是女子啊 先是被深爱的丈夫背叛 冷落多年 生死关头 更被无情抛弃 好不容易活下来 丈夫又娶了新妻 本以为何离 就是彻底割裂开来 没想到 又被新妻追着算计 差点连累了恩人一家 就是石头做的心肠 这会儿也要通得裂开 佳音不知道怎么安慰 只能老老实实 窝在崔夫人怀里 小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第166章 差点闹出大笑话 崔夫人哭够了 见胖丫头 这般小大人一样安慰她 忍不住又笑了 唉 扶妞真是我生的就好了 他们算计我 我也愿意 事故最好了 佳音虽然喜欢崔夫人 可干不出抛弃爹娘的事 她只能刺着小白牙 笑得可可又爱爱 崔夫人抱了她 同样笑着亲了一口 是尸姑贪心了 这样就好 第二日一早 众人照旧早早起来忙碌 大榕树的两个村人 也一边咬着饼子 一边走来上宫 远远陷得山谷里鲜雾弥漫 就忍不住羡慕的甘疼 先前 府衙那边给着山沟子 取名叫碎金瘫 大伙笑得不成 这哪里有什么金子 明明就是碎石瘫 咱们也叫了多少年碎石瘫 哪里想到 人家一来 热泉就出现了 碎石瘫就真成了碎金瘫 是啊 我也一时改不过来 总叫碎石瘫 但仔细想想 当初取名碎金瘫的人 一定是个能人 怕是早就知道今日 所以才取名叫碎金瘫吧 这就不知道了 要是能碰到这样的能人 我一定问问我儿子 能不能考上状元 那我问问 什么时候能娶个媳妇 传宗接代 两人都是哈哈笑 到了地方 见到严公子 就跟着去山谷里干活了 妇人们拾多了早饭的碗盆 还要去新村那边 拾多菜园子 佳音昨晚换了地方 没睡好 就懒在窝棚里趴着 一边看着奶奶和几个老太太 闲话摘野菜 新神一边在空间小院里逛游 这才过了两日 西瓜秧长得更粗壮 藤蔓已经爬得很长了 晚上要赶紧挪出来 最好明天就种进河滩地 他正要翻翻西瓜秧 突然笼沟里 窜出个绿色的影子 惊了他一跳 待得想明白 他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怎么忘了 当初咬伤奶奶的绿美人 被他收了一条到空间里 这段时日 一直为了活命在山里奔走 到了江南 又开始大搞建设 他就把这个隐藏的危险 忘到脑后了 幸好 空间比较大 前两次轻身进来 没碰到这条小蛇 否则他被咬死在空间里 可真是出了大笑话了 他赶紧在前院 找了个紧密的鱼篓子 细细搜索园子 总算抓到小绿蛇扔了进去 虽然小绿蛇危险 但暂时养起来 背着以后万一有个用处呢 毕竟他还是个小孩子 自保能力太差了 一丁点的手段都不能放过 谁知道什么时候 就靠他救命了 小绿蛇自由自在了小半年了 突然被抓起来 气得差点疯了 在鱼篓子里奋力冲撞 可惜 鱼篓子是用油藤编制的 铁一般坚硬结实 别说冲撞 咬都咬不断 佳音长松一口气 拿了一个果子 趴在被窝里 偷偷啃几口压压惊 果子吃了一半 胡老三又找来了 他完全不知道 昨日被跟踪 所有龌龊都被揭穿了 这会儿 他比昨天扮相还要惨 开口就要继续哭 结果 陶红英等夫人 种完菜籽 刚刚回来 不等他说话 陶红英就扑上去 狠狠挠了他个满脸血 我让你见嘴 我让你使唤 妇妞是我亲闺女 你瞎了眼啊 敢说我闺女不是我生的 说着话 他又是噼里啪啦 打了胡老三击耳光 胡老三被打猛了 还默等反应过来 其余妇人也冲了上来 直接把他按倒 你挠一把 我掐一把 挤不上前的就用脚踢 胡老三立刻变成了滚地葫芦 只能抱了脑袋躲避 撑着脖子惨叫 住手 你们凭什么打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打死你 这魔个缺德玩意 活着就是浪费粮食 自己弟弟和媳妇 都能卖了 这简直就是个畜生 还敢跑来坑咱们 吃了豹子胆了 老娘杀过狼 还怕你一个别三 把她的牙都敲掉 看她以后 怎么撒谎骗人 捡舌头 把她舌头剪掉 胡老三多少也猜到 她的谋算暴露了 虽然她不知道 哪里出了错 但逃命要紧啊 听着妇人们这么凶狠 她也真害怕了 拼着挨打 爬起来就要跑 结果刚冲出妇人们的包围圈 就被李老四 一脚又踹了回去 她好好的闺女 她踹在怀里 贴肉暖着 才活下来的闺女 怎么就成了别人家的 她昨晚气得都没睡好 不好怪可怜的崔夫人 但打胡老三一顿出出气 却是必须的 村长和赵叔等人 也都聚来过来 眼见妇人们打得差不多了 就高声说道 好了 都停一下吧 妇人们累得气喘郁郁 倒是听话退了下来 再看胡老三 衣裤被扯坏 头发被薅得像鸡窝 脸上轻轻滋滋 肿的眼睛只有一条缝了 妇人们下手 是真莫客气啊 不过 也没人同情 胡老三就是了 这人连自己媳妇和兄弟妹妹都能卖了 就已经不能作为人对待了 村长上前 也没绕弯子 直接揭穿了胡老三的打算 你也别装了 大伙都知道 你是为了交加跑来的 瞎了你的狗眼 扶妞是李家的 怎么可能是崔夫人生的 胡老三吓得半死 赶紧讨饶 村长 我错了 我卖身在交加为奴 他们知道 我是咱们村的 就打我 逼着我回来 呜呜呜 我也不想 他们抓了大娃和他娘 我不敢不听话 都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还要说谎 大伙对他最后 一点心软也没了 村长摇头叹气 直接喊了李老四等人 把他绑了 堵上嘴 让崔夫人带走吧 李老四点头 也不用旁人 三下五除二 就把胡老三捆成了粽子 胡老三吓傻了 扯了嗓子 就要喊叫 被桃红英抓了一把沙土 直接塞到了他嘴里 噎得他咳嗽干呕 嘉义更是扯了脚上的臭袜子 也塞了进去 他是个汗脚 又懒得血 这袜子的味道 可说不上多好 众人被熏得退后几步 再看胡老三 已经翻了白眼 都是好气有好笑 很快 胡老三被扔上了马车 李老四不放心 带了嘉义 护送崔夫人和穷嫂子回庄子 众人望着马车远去 心里都是滋味复杂 苦难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若是一直在清水村 谁能知道 胡老三是这样出生不如 倒是山谷里的几个外村人 从头看到尾 这会儿忍不住缩了脖子 先前听说 这伙人穿衫而来 狼群 黑熊都杀过 他们还不相信 如今看来 绝对是真的 就是富人们都这般彪悍 何况男人们了 回村之后 可要好好同大伙说说 无论如何 也不能得罪了这伙人啊 第167章 村长是个老狐狸 春雨贵如油 特别是准备春耕的时候 一场雨 就是播种的最好信号 家家户户 因为昨晚的雨高兴 但遂金瘫这边就受苦了 各家的窝棚 都是临时搭建的 保证挡风不漏雪 但可架不住春雨的 润雾细无声 啊 睡到半夜 各家的被褥就湿了 篝火也被浇灭 老人孩子们挤在 小小的干爽地方 不能睡 又湿冷 早起时候就打喷嚏 躺鼻涕 发热 都有了风寒的症状 张神一一边支起大锅 给众人熬药汤 一边催着村长等人 还是赶紧盖房子吧 以后下雨会越来越多 老人孩子身体本来就弱 睡在野外肯定要得病 村长赶紧喊了李老二 又请了严公子 严公子是打了鸡血一样 一心要早些把温泉庄子建好 听说村里人要兼顾造房子 让家里人早早搬进去 安稳下来 他豪气一挥手 就道 莫问题 工匠我负责找 你们多找杂工就行 毕竟二十多套院子呢 不是小伙计 听他这般说 众人也放心了 带着吃了早饭 大榕树和小王村的几个人来上宫 村长简单问了机具 就带着李老二 赶着罗车出发了 大槐树村的李正和小王村的李正 听说碎金滩的话是人来拜访 都很惊讶 结果 听说碎金滩要找杂工 请他们帮忙张老 两人无疑例外 都高高兴兴答应下来 私下说起 他们悬夸赞碎金滩这些人 行事周全 有礼有节 其实这是让先前去做工的村人 回来吆喝一声 也就差不多了 家里春耕不忙 能嫌出人手的 自然都愿意去多赚一份工钱 但人家没有这么干 反倒先来拜访他们 打个招呼 这是近着他们呢 两人投桃报李 很快聚集了村里人 说了这事 而且亲自把关 把那些想跑去摸鱼的赖子 都剔除了 其实 这些赖子去了 以碎金滩那群人的脾气 也占不到便宜 但人家信任他们 他们也要把自己的脸皮 看得金贵一些 打一开始 就别让赖子去给他们丢脸了 很快 大槐树25人 小王村30人 就这魔加入了碎金滩大稿建设的队伍 更多的木料石料 也流水一样涌了进来 村长留了两个来送人的李正吃饭 两个李正推辞 毕竟碎金滩内外连个整齐房子都没有呢 但村长却热情 一定要留人 两人实在却不过情面 就想着对付一口 好吃不好吃 都是碎金滩众人的心意 结果 饭桌上出乎意料的丰盛 红烧的兔肉炖干菜 野鸡炖了蘑菇 拔丝地瓜 还有一个小葱炒鸡蛋 再配上一盆雪白的精米饭 简直太整齐了 可以说 他们家里艳客也没这磨多好菜啊 特别是那个拔丝地瓜 地瓜香甜 炸过之后外酥里软 裹上糖浆 加起一块 糖丝能拉出鸡齿肠 太新奇了 村长好似莫看到两人惊讶 招呼两人吃饭 嘴里还在 谦虚 助 我们出来炸道 什么都不趁手 只能简单做鸡的菜 招待二位老兄弟了 都别嫌弃 等我们村子见好 咱们再好好喝一顿 两个李正之能干巴巴硬住 老哥客气了 佳音仗助年纪小 凑到近处做了 想听个热闹 大荣树村的李正 还以为孩子嘴馋 跑来想要蹭点吃喝 但不等他开口 就见佳音手里 抱了半盒子点心 盒子上磕了一朵莲花 盒子里装了马蹄酥 核桃酥 梅花糕 他立刻把花咽了回去 这是城里最有名的点心铺子 九连斋的点心盒子 最便宜的也二两银子 碎金摊这帮人 到底是什么底细 居然舍得这摩多 钱给孩子买点心 两人心里存了事 吃了七分饱 就客客气气告辞了 离开碎金摊 两人聚在一起 商量了好半生 这些人 真是不能得罪 底子太厚了 是啊 还说流明出身 哪有流明吃喝这磨好的 他们先前肯定日子过得不错 也有靠山 兴许遂金摊有热泉 都是事先知道 否则这磨平级的地方 分给他们 他们怎么能痛痛快快过来了 有道理 咱们以后多嘱咐村里人 拿人家工钱 可要好好干活 起码不要结仇 以后常走动 说不得 咱们都跟着沾光 不说两人被震舍 只说他们一走 村长就赶紧招呼夫人们 来 赶紧把这些饭菜 给孩子们分分 假装在不远处玩耍的淘气小子们 立刻笑嘻嘻跑上前 他们方才 可是馋的口水淌成河了 村长敲敲他们的头 笑骂道 还行 都是懂事孩子 方才没跑来讨嘴 让外人看了笑话 村长爷爷放心 我娘说了 我们是读过书的 不能不懂理 对啊 我爹说 我想吃兔子 他就下宫去打猎 但我们 不能在外人面前 躺口水 该给村里丢脸了 淘气小子们 把肉汤留给 更小的弟弟妹妹泡饭 他们支分了 鸡块骨头啃着 加安加喜 抱了妹妹放在腿上 拆下兔子肉和鸡肉 送进妹妹嘴里 剩下的骨头和碎肉 被他们咬得咯滋咯响 吃得满足至极 加音来者不惧 吃得小嘴油乎乎 果然加安加喜 看得高兴极了 比自己吃了还香甜 上次 差点把妹妹当肉烤了 他们虽然 也落了一脚的伤 但还是心里内疚 多少次 想抱抱妹妹玩耍 都不敢上前 这次 妹妹坐在他们怀里吃肉 吃得这磨香 肯定是不生他们的气了 果然 晚上一家人 挤在窝棚里闲话 妹妹的小胖手 又捏了糖球 塞到了他们嘴里 甜啊 简直太甜了 佳音掰着自己的小脚丫 忍着困倦 一个劲打哈欠 但再困也不能睡 今晚他还要去搞事情呢 不知打了多少瞌睡 终于熬到天色将要发亮的时候 他爬去抱了东眉 东眉会议 立刻背了他悄然起身出了窝棚 老人们睡觉少 山谷里 几乎每天都是村长和赵书等人掀起来 四处走一圈 做到白日的活计 要心里有数 他们才能放心 但这一日 村长和主注拐的赵书 刚出了窝棚 就见东眉站在谷口 两人一时好奇 就走了过去 夜嫂子 你这是一晚上墨睡 夜嫂子神色里带了一丝古怪 硬道 睡了 只不过 我们将军派人送来一些东西 我多守了一会儿 想起上次夜公子送来的果树 村长和赵书都是亮了眼睛 夜公子 又寻到什么好东西了 第168章 春日种瓜芒 东眉深深吸了一口气 硬道 是寒瓜秧 结寒瓜的秧苗 寒瓜 村长和赵书对视一眼 都有些猛 夜嫂子 你说的这个寒瓜 是那种很金贵 从西边外族传过来的那个吗 是 东眉点头 心里也是忐忑 毕竟他也没见过寒瓜秧啊 但那个小祖宗方才明明白白告诉他了 甚至还有怎么栽种的法子 他也想不出 公子到底是在哪里寻到的寒瓜秧 甚至 也许这寒瓜秧都不是公子寻来的 当然 这后半句 他不能说 也不敢说 村长和赵书已经铺到了寒瓜秧前 满眼的翠绿 让他们狂喜不已 这小苗种下去 就能结寒瓜 听说寒瓜一个都有十几斤呢 估计是像南瓜一样 都是爬藤蔓那种 这可怎么办 咱们不知道怎么种啊 叶公子在哪里寻来这磨金贵的东西 咱们种不成 可就糟蹋了 东眉之能说到 寒瓜喜欢沙土地 这个时候 栽到河滩地正合适 平日也不用太费心 再有一个月掐个尖就行 这磨容易 村长和赵书听得更高兴了 赶紧回去吆喝 村人都赶紧起来 河滩的那边 还莫来得及十多呢 要集中所有人手 掀开几亩地 把寒瓜秧栽了 村人们睡眼心疯 就扛了稿头出头 跟着村长风风火火去下地了 带得听说叶公子 寻来的寒瓜秧苗多金贵 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 即便最后结出的寒瓜卖不掉 但大伙儿开开眼界 老老少少都解解馋也好啊 而这会儿 佳音正骑着被子 睡得淌口水 可怜他小小年纪 熬了大半晚 实在太耽误 他肠肉肉了 家里人见他睡得香甜 都轻手轻脚 不愿吵醒他 但这一等就是中午 老太太急了 虽然孙女莫发热 也没有哪里不舒坦的样子 可不能这么一直睡啊 扶妞啊 奶奶给你蒸蛋羹了 起来吃饭啊 困 睡觉 佳音应了一句 翻身还要睡 老太太却更担心了 抱了孙女在怀里 逗弄着 你再不起来 蛋羹就被你哥哥抢吃了 佳音加喜立刻在旁边做出狼吞虎咽的声音 末了悬嚷着 好吃 真好吃 香啊 太香了 天天都吃蛋羹就好了 佳音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打着哈欠 睁开了眼睛 孝顺孙女被迫营业 老太太可是高兴坏了 哄着孙女吃了半碗蛋羹 剩下半碗就给了孙子 她生怕孙女再睡下去 晚上走了困 就扯了背斗 背着孙女去河滩的看大伙中寒瓜殃 家安家喜当然不能错过这热闹 屁颠颠跟在后边 不时扯了路边的小野花色给妹妹 像两只跳马猴子一样闹腾 村长正站在地头巴搭烟带锅 眼见李老太过来 他就笑道 大妹子 你不过来 我也要去找你呢 村长 这是有事啊 李老太的见伤虽然好了 但身体还是发虚 走了这磨一段 就有些喘不云气 佳音赶紧正扎从老太太背上下来 吃爆了老太太的大腿 村长的烟带锅点了点田里的寒瓜殃 这东西是叶公子寻回来的金歌的 我怕山上野兽 或者附近什么人跑来祸害 正好各家小子们闲着淘气 就给他们找点事情做 以后 就让他们负责守着这片寒瓜田 佳音佳喜最聪明机灵 让他们两个带队 守住白天两班倒 晚上太黑 也危险 让老四他们负责 佳音佳喜听得他们 能负责这样的重要任务 可是高兴坏了 他们眼巴巴看着奶奶 生怕奶奶不同意 李老太当然是一百个同意 上次孙子淘气 差点烧到孙女 他就在琢磨这事了 但这些小子们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真是不好安排活计 万一伤到累到 也是莫处后悔 如今好了 看守瓜田这活计 简直太合适了 于是 他一口硬了下来 好 大兄弟 你尽管安排吧 给小子们找点事 也省得他们到处淘气 啊 太好了 我们也有差事了 加安加喜 可是高兴坏了 立刻去找他们的小伙伴 去报喜了 佳音抱着奶奶的大腿 偷偷坏笑 哥哥们真是太天真了 看瓜这活计是轻松 但也无聊啊 他们 怕是坚持不了两天 就要后悔了 但出乎意料的 这一次 加音居然猜错了 加安加喜 带住七八个淘气小子 当真兢兢业业 做起了看瓜老农 上午一班 下午一班 守着几亩瓜田 别说小兽啃瓜苗 就是飞鸟都不允许落个脚 不说碎惊叹这边 姥姥小小忙的脚步粘地 只说娇家庄子那边 五狗子媳妇 已经两三日 末睡好了 胡老三说好两日 就回来 只要打听出来 李家小丫头的底细 绝不多留 而他们两人 虽然结合的 有些让人不齿 如今确证是勤农时候 胡老三不可能看中旁人 偷跑不回来啊 胡老三一定是出事了 他实在忍耐不住 就偷偷摸摸 想去主家院子附近看看 毕竟胡老三 是主家安排去做奸细的 结果 他赶到主家院子附近 庄子外就来了一群人 有骑马的 有坐车的 而当先那人 骑住的高头大马之后 居然拖着胡老三 不知被拖了多远 胡老三已经是满身血迹 半死不活 五狗子媳妇 惊叫一声 就扑了上去 老三 你怎么了 老三 下马之人 正是定北侯 他紧紧皱着眉头 满心的脑怒无处发现 眼见一个女子扑上前 抬脚就踹飞了出去 什么东西 捆起来 立刻有护卫上前 把五狗子媳妇捆了 同昏死的胡老三 扔在一处 温先生和刘志恒 从马车上下来 只扫了一眼 没有理会 但他们望向定北侯的目光 却多了几分鄙夷 堂堂军侯 至家无方 倒是发火迁怒奴仆和女子 真是好气度啊 定北侯可顾不得他们怎么想的 抬脚就进了院子 焦氏原本也在屋子里发愁 派出去的人手 好几日末回来报信 他总感觉心里莫底 但焦夫人却满不在乎 你担心什么 不过是一群贱民 就是发现问题 还能怎么样 你可是定北侯夫人 焦氏想说什么 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第169章 赔了庄子又折兵 焦家发迹没有多少年 以至于当家夫人 也就是他这个亲娘 出身也低 没读过什么说 平日之会一味地已迎前和全是压人 在他眼里 只要不如焦家的都是贱民 但他却从来不知道 他口中的贱民 前些日子告了欲状 直接撸了一个县令 让江南世家 被皇上和北边来的权贵 狠狠殉耻耻 吃了不少亏 否则他也不会让胡老三去打探消息 到底原本是一个村子的乡亲 更好接近 焦夫人还要唠叨 却见定北侯气冲冲 从外边进来 他惊了一跳 赶紧起身问道 侯爷怎么来了 可是红军又闯祸了 提起那个烂泥 扶不上墙的小舅子 定北侯脸色更差了 他真是有些后悔 同焦家结清了 这根本不是他的助理 就是一群拖后腿的废物 他里都莫里丈母娘 直接瞪着焦氏 立生问道 你最近是不是又做什么蠢事了 你是不是去招惹性催的了 焦氏下脸色都白了 不明白侯爷怎么知道这件事了 那个 侯爷在说什么 切身听不懂啊 这时候 温先生和刘志恒也进来了 后边跟着亲卫 拎着胡老三和五狗子媳妇 刘志恒笑道 侯夫人不会说 不认识这两人吧 特别是这个胡老三 他可是你亲自吩咐 送去打探消息的 你们怎么来了 焦氏下意识退后几步 不愿看胡老三的惨相 刘志恒冷笑 我们也不愿意来啊 但显现侯夫人的手伸太长了 我们只能提到上门 帮夫人把多余的一截砍掉啊 焦氏下得赶紧藏到定北侯身后 侯爷 切身真是没做什么啊 这两个奴仆 是庄子上新买的 我根本不认识啊 不认识 你居然还知道他们是新买的 刘志恒已经不想吐槽了 转向脸色黑透的定北侯 侯爷 不是我说 您这眼光是太差了 就算同我意媚合理了 也不至于找这磨一个蠢货呀 有这些功夫 冯涛衣衫不好吗 非要往你头上扣绿帽子 难道侯爷同那个长寿的龟 长得很像吗 定北侯气的脸色都发白了 还想说话 焦氏却抢了先 放肆 你居然敢辱骂我们侯爷 可惜 不等他说完 定北侯回身就给了他一巴掌 闭嘴 蠢货 要不是你 我今日能如此狼狈 定北侯上前一步 扯起被打倒的娇士 恨不得生吃了他 崔氏在京都时候 我是一直都派人看管 他根本没机会离开庄子 怎么会偷偷怀孕生女 就是逃荒路上怀孕 这时候还没生呢 你到底是脑子里浸了多少水 才会以为他给本侯戴了绿帽子 侯爷 呜呜呜 我就是看他抱着那个孩子 同他长得很像 我就想偷偷打听一下 我也没做什么啊 焦氏剑彻抵完不住了 也不敢再辩解 他其实也是不敢确定 才想打听一下 碰碰运气 万一是真的 岂不是抓到了一个大把柄 能立刻让他报仇血恨的把柄 要回崔氏所有田产的把柄 哪里想到 这是曝露了 最恼怒的居然是侯爷 难道侯爷对崔氏还有留恋 这般想着 他更是委屈 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是为了侯爷考量 心疼侯爷受了委屈 呜呜 侯爷怎么能这么对我 定北侯献他哭得梨花带雨 口口声声为了自己 也不好再动手 只能扔下他 转向一直没说话的温先生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才能停手 不要咬着我不放 侯爷这话说的 温先生笑得鄙夷 我是御使 干的就是文风奏报的差事 侯爷贪莫君良何想赢 任人为亲 这可都是事实 有理有据 怎么到侯爷嘴里 倒成了打击报复了 定北侯恨得咬牙 说 你到底要什么 很简单啊 温先生点点脚下的地 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安睡 更何况这人还是心如蛇险 让你的这位新夫人 立刻滚出去 这庄子归到我师妹名下 全当是她的赔礼了 不行 焦夫人和焦氏 几乎是同时嚷了起来 这是我们家给闺女的赔价 你们凭什么抢过去 焦夫人几乎想上前撕扯 又怕刘志恒身后那些绑大妖元的护院 温先生也不耐烦 多纠缠 站起身说得很利 立刻马上滚出去 赶担个半分 我让你们焦家 连同你们的好女婿都死无葬身之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焦家逼死人命 抢买农庄的烂室 焦夫人立刻白了脸 这庄子的来路 确实不干净 但家里做得隐秘 原主人一家也死得干干净净 这人是怎么查到的 定北侯一见岳母脸色 就知道事情在无转环了 这个姓温的 说不定已经要查多长时间了 这次焦氏算计催事 只不过给了他一个借口罢了 收拾提起东西 赶紧走 定北侯推了催事一把 见焦氏还在犹豫 他就恼了 蠢货 你想留下桩子 就合理 焦氏一听 终于知道害怕了 赶紧回去内室 迅速收了两个箱子 让丫鬟婆子抬了 最后又拿出一张旗书 定北侯看过 直接交给刘志恒 然后扯了焦氏就走 路过温先生身边 他到底扔下一句 你记得要信守承诺 温先生冷哼一声 算是硬响 焦夫人谢女儿女婿都走了 有些落尾 但又想闹一闹 把桩子讨要回去 温先生支扫了他一眼 焦夫人放出的印子钱 有三万两了吧 焦夫人倒吸一口冷气 连滚带爬地往外跑 偶尔回头望向温先生 好似看到了恶魔一般 刘志很好笑 抖抖手里的地气 无奈叹气 定北侯是瞎了眼睛吗 取新妻也选个书香门第啊 怎么找了这模一家蠢货 温先生眼底却有几分庆幸 他几乎赶到江南 就开始打听定北侯 自然也不能放过他的新妻一家 没想到这一家子 像海参一般 满身都是把柄 根本不需要费心查找 就拿到一堆 正好 他们不知道死活 一定要再来欺负师妹 倒是给了他狠狠出口气的机会 义兄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回去同师妹说一声 记得碎金摊那边能用得上的 都送过去 算是补偿 毕竟这桩子很快要被转手卖掉 师妹不想留下 刘志衡点头 这地方的庄子不愁卖 前几日还听说太华书院的郭山长家里要买庄子呢 等我差人去问问 这样的邻居 应该错不了 你说谁家 温先生惊讶地抬起头 声音都变了 第170章 就是这个郭家没错了 刘志衡被他的神色吓了一跳 小心硬道 太华书院的郭山长 正要买庄子 我说派人去问一问 温先生眉头紧紧皱着问道 郭山长的儿女都在身边吗 其实他已经猜到 这个郭家就是他们要寻的那个 但还是忍不住想确认一下 毕竟当初那件事太惨了 不能弄错了 刘志衡不明白 他在犹豫什么 但还是说道 迁都之前 郭山长之带了一个病弱的小孙子 在这边求医 而孙都在京都 迁都之后 许氏路上耽搁了 也许氏出事了 他们一直没敢过来 听说 郭山长如今身边 只有住在本地的远房侄儿一家照料 郭山长猜测尔孙遭了不测 大病一场 这是想买个庄子 住在城外休养 温先生点头 起身道 这里先让人等等 咱们回去见师妹 有些事要安排一下 到底什么事啊 这魔神秘 不能这会儿就说嘛 刘志恒抱怨 但还是乖乖跟回了隔壁庄子 崔夫人正在翻看账策 庄子里 店户和奴仆不少 要理顺 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他突然见温先生和刘志恒回来 就请他们坐下喝茶 问道 事情还顺利吗 当然顺利了 你也没看定 北侯被温师弟收拾得多厉害 就是焦家都被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刘志恒初始很是看不起温先生 毕竟有个大学士做老师 一路考上去 进了汉灵院 结果就混吃等死了 什么不屑权势 什么不惜争斗 只不过是懦弱的借口罢了 大丈夫行走愚人世间 权势就是铠甲和武器 可以不伤人 但一定要保证自己和家人不受欺辱啊 先前这么多年 他明明爱师妹入股 就因为师妹嫁给他人 颓废的丧家犬一样 眼睁睁看着师妹受苦 都毫无作为 幸好 这一场浩劫 总算让他开了桥 不但逆流上 返回京都救了师妹 也暗地里没少布置 否则这次不会如此顺利 就逼迫的定北侯认错赔庄子 温先生不知道他在刘志恒心里 已经形象大声滑 他斟酌着 慢慢说道 师妹 隔壁庄子的地契拿到了 你随时寻了买主 就可以去府衙上当子 好啊 谢谢师兄 一兄 崔夫人点头 脸上带了笑 他可是知道定北侯那人有多贪财 这会儿 怕是心疼的 好似被割了肉 而他过得不好 他就忍不住高兴 一兄 劳烦你把隔壁庄子上的所有人都散了 存粮和农具都整理出来 我要送去碎金摊那边 这次让村里人跟着提心吊胆 不给裴礼 我心里过意不去 还有 那院子里的木器 若是不错 都搬回来存着 等李家进了新院子 我送去做贺礼 刘志恒笑道 乔迁新居 为师摩不送一套新的 我找人去打这就行 崔夫人赶紧摇头 不用 一兄 李家绳子很明理刚强 我若是新打造一套 他怕是不收 若说是交加赔偿的 他肯定会高兴收下 刘志恒听得点头 对李家人印象更好 那好 我让人搬回来 乔迁时候 你若是过去 记得带我一个 最近很多人说起那个山谷的热泉 怕是都在盼住呢 崔夫人赶紧嘱咐道 一兄 若是同外人闲谈说起 你一定帮忙添机剧 碎金摊是新亭侯出银子建造的 是侯府的产业 而且 侯爷在谷外也有院子 刘志恒会议 赶紧点头 好 这个容易 不过挂在新亭侯名下 倒是个好主意 否则不少人怕是打主意 温先生听两人说了半场 都不在正式上 就忍不住抢了话头 师妹 方才一兄说起 有人最近要买桩子 一兄打算拆人去问问 而这家人是 京都太华书院的郭山长 郭家 崔夫人也是惊讶 高声问出口 这下 刘志恒是彻底不干了 追问道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一提起郭家 都是这个模样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温先生苦笑 师妹 就是那个郭家 听说郭山长枝带了一个病弱的小孙子 而孙都在北边没有赶来 崔夫人常常叹气 那就错不了了 说吧 他不等刘志恒再问 就把路上被清水村人搭救 因为孩子被绑架 意外灭了山匪 见到郭家人被残害说了一遍 刘志恒惊得眼睛都瞪圆了 恨山匪残忍 也同情郭山长祖孙 若是郭山长知道 怕是身体要受不了 温先生叹气 其实老人家心里 他是也有猜测了 我们告诉一声 尘埃落地 他反倒要坚强起来 毕竟还有一个小孙 要抚养长大呢 崔夫人也是点头 这样吧 义兄 庄子的事 还是问问郭家 若是郭山长以后过来住 我多少也能照顾一下 算是全了同郭家夫人的同窗情谊 至于什么时候说出真相 还是要选个机会 温先生和刘志恒都是英生 只能这样了 三人又说机具闲话 就各自去忙了 第二日吃过走饭 崔夫人带了车队 再次赶去了碎金滩 家安家 席等淘气小子们 有了固定的差事 不能在家淘气 山谷里可是安静太多了 家音不愿同各家的小娃娃 凑一起 对着流口水 就缠在奶奶身边 挖菜 摘菜 烧火 总之跟着干些杂活 打发无聊空闲 她这一般乖巧 可是让村里夫人看得羡慕极了 妇妞儿真是乖呀 不哭不闹 又白胖可爱 看得我们都想再生一个了 就是生 也得咱们搬进新家之后 这个时候怀上了 肯定要遭罪 是啊 最好秋日时候再怀 猫一个冬天 春末生孩子好照料 妇人们都是过来人 说起生孩子 这像吃饭 睡觉一样普通 李老太怕带坏孙女 结果小孙女好似听不懂 嘴巴轻轻咕噜着 显见这是偷吃糖球了 根本没心思听热闹 她刚要给馋猫孙女 擦擦口水的时候 崔夫人带着车队就到了 村人们看到这架势 都是忍不住扔下活计凑过来 佳音的点心已经吃完了 就盼着崔夫人呢 这会儿 她迈着小胖腿 就奔了过去 一把抱了崔夫人的大腿 崔夫人笑着抱了她 大大亲了一口 扶牛想尸姑了 尸姑给你带好吃的了 咱们一会儿说 佳音笑的眼睛 玩成月牙 搂着她的脖子不撒手 村长和赵书 李老二等人上前 村长就问道 崔夫人 胡老三那是解决了